to build a new world order a new world order 播播環球神秘資訊 揭示香港神秘面貌 KO new world order 1977年10月17日 被控搶劫的犯人 魏錦泉在中央裁判司署 接受完審訊 被壓送離開法庭的時候 竟然因為未有 被帶上搜購 而趁機逃走 企圖越獄 在我身處的位置 其實就是 這麼多個在大館的集口其中一個 但是這個集口 就沒有開放給作為一個出入口 這個集口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中央裁判司署隔離 而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集口 後面見到這條馬路就是阿不樂道 但是話說在1977年10月17日的時間 在這個集口發生了一件事件 當時有一個被控搶劫的一名疑犯 叫做衛錦泉 在中央裁判法院受審 受審完之後 就準備押戒出來 押戒出來的時候 他就爭脫了這個押戒他的一些警員 而且就成功衝出了這個阿不樂道的集口 但是雖然他成功逃離這個 可以說這個大館 或者我們所講的監獄的範圍 但是他走出去之後 就被一輛巴士撞過來 就令到他這個受傷身亡 這件事件就是 整個大館裏面其中一個小故事 就是阿不樂道事件 那在中央裁判司署旁邊 大家會見到有一棟 都幾有歐洲色彩的一棟大樓 大家會見到現在經過活化之後 就當然是 都幾welcoming 大家看完之後都會覺得 那個大樓都幾漂亮 幾值得進去看一下 但是我相信 如果早幾十年 甚至乎一百年前 我相信沒有人會有願意 有興趣走過我身後的這棟大門 我身後這棟大門是甚麼建築物呢 或者這棟活化得這麼漂亮的建築物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的玉掌大樓 歡迎大家正式走進大館的 域多里監獄的範圍 就算了 就算了 這棟大樓 就算了 這棟大樓 就算了 就算了 這棟大樓 就算了 這棟大樓 一棟大樓 這棟大樓 哇 都在建築 又是很擠的 這麼多人 都在建築 都在建築 那麼小的監獄裡面 當然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在1920年代之前 香港只是一所監獄 而這所監獄 就是維多利監獄 B倉的營房區 其實在1910年代已經興建好了 但是馬會正式接手去做這個活化 就是在2006年的時候 大家現在在旁邊的B倉裡面的營房 就保留著當時Handover的時候 或者可以叫做結役前的一個三人房 或者一個三人籌室的一個裝置 那你會見到裡面有一張單人床 和一張雙層的一個輪胎床 那你會見到三個床位 放在一個這麼小的那個籌室裡面 是多麼擠迫 而最重要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維多利監獄的特色 這個特色其實到今時今日 想回都幾恐怖 就是大家見到在那個籌室裡面 就除了床之外 一些被鋪 還有在床尾位 有一個紅色的桶 和一個黃色的桶 那這兩個桶就有學問了 那我跟你講 今天真的有一個環 scientific�外 那要播放 就是這一個同學 是兩個店 我們可以放牌的 要損耀 不然也會 女兒 就是那種 全部操聚 都很穿聚 我只能給他